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喵星人吃饭的时候 不同的喵星人回头看到这个奇怪的东西 做出的反应也是大不相同 胆小的看见黄瓜会直接撒腿就跑 即使胆大一点的喵星人也会被吓得跳起来 在这个瞬间猫咪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有的专家认为由于生存环境原因 猫咪一直养成一种时刻保持警惕的习惯 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 唯独会在进食时候难得的放松一下 这个时候突然在背后放下奇怪的东西 猫咪以为要进入战斗状态了 本能的反应就是跳起来 也有一种理论认为 喵星人在看见黄瓜的瞬间 潜意识里面会将黄瓜当成蛇类 虽然喵星人的综合战斗力能够顽虐蛇类 但那是建立在有充足战斗准备的基础上 假如自己没有进入战斗姿态 还是容易被偷袭的 当喵星人认为周围不可能有蛇类的时候 突然看见黄瓜就会强行的被吓一跳 喵星人是一种非常喜欢探索未知的生物 俗话说的好奇害死猫并不是没有道理 越是让猫咪感到害怕的东西 它们越喜欢探索 对待一个摸不清战斗力的东西 第一时间选择逃跑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好玩的事情 但是对猫咪来说就有着很大的害处 猫咪在进食的时候受到惊吓 不仅会影响食欲 还容易引发肝部疾病 所以为了你家的猫主子能够活泼成长 请不要和喵星人开这种玩笑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